秋分是什么时候? 秋分节气时间一般为每年的公历9月22至24日。 秋分是24节气之一,秋分的到来预示着秋意见农, 预示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季, 而后气温逐渐降低,越发寒冷。 中国古代将秋分分为三后,一后雷史收生, 二后折虫披护,三后水史河。 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, 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,所以不再打雷了。 第二后中的P字是细土的意思, 就是说由于天气变冷,折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, 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。 水史河是说此时降雨量开始减少, 由于天气干燥,水气蒸发快, 所以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, 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便处于干涸之中。